动脉中沉积的斑块静默增长是心脏病和中风的关键风险因素 但如果通过正确的饮食可以逆转这种风险呢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临床试验 皆是逆转斑块沉积和促进心脏健康的最佳饮食模式 我们将查看五个重要的试验 从最早的到最新的 并快速概述每个试验的发现 每项研究都为我们今天的理解提供了关键证据 所有这些都是随机对照试验 意味着它们经过精心设计 以提供高质量的结果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改变饮食会影响心脏病呢 在1990年 生活方式心脏试验发表了 研究旨在探讨显著生活方式 改变对动脉斑块在一年后的影响 干预族采用低脂素食饮食 饮食包括水果 蔬菜 穀物 豆类 蛋白和无脂乳制品 它们还戒烟 增加有氧运动 并接受压力管理培训和小组支持 对照组没有被要求做任何改变 所有试验参与者都已经患有 冠状动脉疾病 动脉中已经有显著的斑块沉积 研究人员在试验开始和结束时 使用冠状动脉造影 检查心脏的血管 结果如下 82%的低脂组 看到动脉狭窄逆转 平均堵塞率从血管直径的40%降至37.8% 当阻塞更严重时 超过50% 平均回归从61.1%降至55.8% 现在 这个变化看似微小 但对血液流动的影响却很显著 相比之下 控制组的阻塞情况恶化 平均从42.7%上升到46.1% 除了减少斑块体积外 低脂组的心脏病症状也有明显改善 他们报告胸痛的频率减少了91% 持续时间显著减少了41% 而且严重程度降低了28% 然而 控制组的胸痛频率增加了165% 持续时间上升了95% 严重程度上升了39% 研究人员在五年后 对同一组进行了跟踪 低脂组的斑块体积继续缩小 从一年研究7结束时的37.8% 降至37.3% 而控制组的数字 则持续稳步上升 从一年时的42.3% 上升到五年后的51.9% 所以第一项研究表明 饮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可以影响我们的心脏健康 但仍然留下未解之谜 我们不知道变化中有多少是由于饮食造成的 多少是由于其他生活方式因素 我们需要更多证据来确定最佳饮食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1992年发布的下一项明星试验 再次强调 参与者已经有心脏病 但这次有三个组 我们有常规护理组或控制组 然后我们有一个组 他们采用低支饮食 并增加纤维摄入 另一个干预组也采用了这种饮食 但同时服用降胆固醇药物 那个中间的干预组 只是调整饮食 这样我们可以单独分析这一因素的影响 经过39个月 几乎一半的对照组的斑块体积增加 动脉变得更窄 但相比之下 那两个干预组的动脉 却变宽了 总体来说 变化不大 只有在同时服用药物的组别中 具有统计学意义 但与对照组相比 这两个干预组的心血管事件 显著减少 不过 事件数量确实很少 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 来对这些影响有更大的信心 但这项研究似乎确实表明 单独采用低支饮食 并增加纤维可以改善心脏健康 即使没有其他干预 但请注意 第一项研究中 饮食加生活方式改变 似乎比第二项研究中的 单纯饮食改变影响更大 所以 也许第二项研究 没有选择最佳的饮食 我们能否通过什么样的饮食 来填补其余的画面呢 好吧 这就是2013年 那项相当重要的研究的意义所在 它将高风险心脏病的受试者 分为三组 目前我们知道 低支饮食优于标准饮食 因此我们不需要一个 吃标准饮食的组 所以 在这项试验中 对照组是低支饮食 一个干预组 吃的是添加了特级出榨橄榄油的 地中海饮食 另一个组则是同样的饮食 但添加了混合坚果 他们使用超声波 测量颈动脉壁的厚度 这些壁的厚度 帮助我们观察 斑块的积累程度 患者在试验开始时 和2.4年后再次接受测试 低支组的动脉壁厚度增加 但包含坚果的饮食组 则看到平均动脉壁厚度下降 但橄榄油组 没有显著变化 所以我们从开头 得到了一个提示 包含不饱和脂肪 可能是个好主意 但仍需进一步研究 这就是最近的 Cordial Previous试验的意义 它也研究了地中海饮食 并与低支饮食进行了比较 该研究包括近1000名心脏病患者 与上一个研究一样 研究人员使用超声波测量颈部动脉壁的厚度 他们在研究开始时检查一次 后续在5年和7年再检查 含有丰富不饱和脂肪的地中海饮食 在5年时动脉壁厚度显著下降 7年时的效果更为明显 但在低支组中没有变化 这两项研究帮助我们回答了 哪个饮食可能对避免斑块最有帮助的问题 我将很快对所有这些得出一些具体结论 但我们首先要看看一项最终的研究 它通过研究不同的饮食来帮助我们填补这个画面 这种饮食被称为DASH饮食 亦为饮食方法以停止高血压 它是为了降低血压而创建的 但研究人员对它如何影响斑块感兴趣 DASH饮食包含水果、蔬菜、全穀物和低支乳制品 它避免饱和脂肪、胆固醇、淀粉类食物和甜食 这项研究有两个组 一个组遵循DASH饮食并服用降胆固醇药物 另一个组仅使用药物 研究人员再次利用先进的成像技术 精确计算患者动脉特定区域内的总斑块体积 他们在研究开始时进行了检查 并在大约一年后再次检查 因此 在仅用药物的组中 斑块体积仅略微增加 但在药物和饮食组中没有显著变化 关键是 当专门观察非钙化斑块时 非钙化斑块更软 风险更大 饮食组减少了1.7% 而仅用药物组减少了0.7% 根据这些研究的证据 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减少动脉斑块体积的最佳饮食的几个线索 我将稍后总结这种饮食的样子 但首先 我想再补充一条证据 以增强我们对结论的信心 我们从大量研究中知道 血液中的LDL胆固醇与动脉斑块的形成有关 例如 一项包含31项研究的汇翠分析发现 降低LDL胆固醇的治疗 显著降低了斑块体积 从这项研究中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血液中的LDL胆固醇超过50到60毫克每分声 斑块就开始形成 且随着水平的升高 情况会变得更严重 现在请注意 这张图表左侧的数字非常小 成年人通常不会有如此低的胆固醇水平 而不使用药物 因此 在这个水平上 仍有可能发生堵塞 数据不足以证明 文献中甚至有一种说法 理想的LDL胆固醇水平 应该是出生时的正常水平 几20到40毫克每分声 但当我们达到更常见的范围时 模式是明确的 我们血液中的LDL胆固醇越多 动脉中的斑块就越多 所以我们知道 降低LDL胆固醇可以减少动脉斑块 这意味着一种降低LDL胆固醇的饮食 应该有助于减少斑块 那么什么样的饮食可以做到呢 我们知道哪种饮食是无效的 如果我们的饮食中饱和脂肪含量很高 就会提高我们的LDL胆固醇 但有一种特定的饮食模式 在一项研究中 在仅仅8周后使LDL胆固醇降低了9.2% 这项研究涉及三个组 三种不同的饮食 第一组吃的是典型的美国饮食 第二组吃的是高水果 蔬菜 全穀物 低甜食的饮食 第三组则吃水果 蔬菜 全穀物 低脂乳制品 并避免红肉 甜食和饱和脂肪 那么 你能猜到哪种饮食对LDL胆固醇的降低效果最好吗 第三种饮食是你关注的视频的核心内容 你还会注意到 这听起来很像DASH饮食 实际上就是这种饮食 那么 DASH饮食是逆转动脉斑块的最佳方法吗 其实并不是 让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在研究中看到的内容 并得出关于我们健康的最佳饮食的结论 这一部分非常重要 我希望你能考虑与朋友和家人分享 我们先从脂肪开始 前两项研究使用了低脂饮食 作为干预措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这似乎确实减少了动脉斑块 但后来的研究中 帮助减少斑块的饮食 显然并不是低脂的 有一项研究 甚至让干预组 使用35%热量来自脂肪的地中海饮食 而这项研究 还使用了低脂饮食作为对照 那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几十年前 人们观察到低脂饮食 似乎能减少心脏病 因此 这种饮食被推荐了多年 但我们发现 脂肪并不一定对健康有害 我们要避免的是 饱和脂肪和反噬脂肪 但像特级出榨橄榄油中 发现的单部饱和脂肪 似乎是非常有益的 这就是第一个结论 我们希望饮食富含健康脂肪 低于饱和脂肪和反噬脂肪 我们还注意到 干预饮食的研究 往往包含大量纤维 它们包括富含水果 豆类 坚果和蔬菜的食物 我们有其他研究 提供的有力证据表明 纤维摄入有助于降低 LDL胆固醇 而这反过来 又有助于减少斑块 因此 我们希望饮食优先考虑纤维 除非你有特定的医疗状况 比如肠益基综合症 某些类型的纤维 可能会加重这些症状 最近的研究中使用的饮食 也避免了甜食 无论是含糖饮料 还是甜点 在这里 我们再次有独立证据表明 天价糖增加了我们 患心脏病的风险 一项大型观察性 研究发现 饮食中来自糖的热量比例越高 心脏病的风险就越高 然后是蛋白质 地中海饮食 和DASH饮食 在我们研究中包含的 蛋白质热量占比 在15%到18%之间 这算是一个适度较高的 蛋白质摄入量 作为参考 推荐的每日摄入量 通常约占热量的 10%来自蛋白质 那么 增加蛋白质摄入 是个好主意吗 我会在置顶评论中 分享更长视频 简单回答是 是的 前提是正确进行 原因有两个 第一 我们需要蛋白质来维持肌肉 这在我们衰老时 尤为重要 第二 研究表明 增加蛋白质摄入 也可以帮助降低 心血管风险 但有个条件 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 刚刚发布 研究了心脏病 相对风险 与摄入的蛋白质数量 和类型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项 持续了30年的 大型观察性研究 研究的作者 发现了两个 有趣的结果 首先 从植物来源 获得的蛋白质比例越高 减少了动脉堵塞的风险 这些动脉 为心脏提供血液 使用最多植物蛋白的人 其风险比食用最少的人 低27% 此外 蛋白质摄入量最高 且植物来源比例最高的人群 整体健康风险最低 他们的风险 比那些食用最少蛋白质 且植物来源最低的人的风险 低了46% 所以 这里的教训是 我们应该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但来源很重要 我们要优先选择植物性来源 除非你有肠义机综合症 并不是因为动物和植物之间的蛋白质不同 而是植物性蛋白质带来的其他成分 那就是纤维 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高纤维的重要性 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吃动物蛋白 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 那些含有饱和脂肪的来源 比如肥肉和加工肉类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 研究中使用的地中海饮食和DASH饮食 它们自然包含许多富含钾的食物 这些食物包括豆类 绿叶蔬菜 豌豆 甜菜 以及许多其他蔬菜 还有低脂乳制品 那么这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摄入足够的钾 有助于降低我们的血压 这是心脏健康的另一个关键风险因素 这就是我在微量维生素中加入钾的原因 但我服用补充剂 并不意味着你也应该这样做 那么让我们试着把这些内容整合在一起 证据告诉我们关于心脏健康的最佳饮食方式是什么 我们应该避免饱和脂肪 应该从新鲜水果 蔬菜和坚果中摄取足够的鲜味 避免糖和甜饮料 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选择瘦肉和植物蛋白 地中海饮食和冲击饮食是两种选择 但不是唯一的 这些原则的美在于它们非常简单 可以适应多种不同的菜系 如果我们始终遵循这些指导方针 就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动脉内斑块的风险 饮食只是我们对抗斑块的一个工具 然而运动也被证明有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 最近的研究让我们能够确定 对健康影响最大的运动卫星 你一定不会相信它有多简单 所以一定要查看接下来的视频 了解所有细节 感谢观看